第三章的内容 我们介绍一下双原子分子的结构和性质 这些是双原子分子结构和性质 这一章的内容的一些知识点分布 我们照例不用给它一一的去念它了 同学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按照这些知识点的内容自己梳理一下 首先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多原子分子的薛定额方程 我们说我们在学结构化学 实质上是从头开始 从第一章开始 我们就在不停的研究这个薛定额方程 第一章我们学了量子力学五个基本假设之后 那我们首先面对的是什么 一微箱和三微箱当中粒子薛定额方程 之后第二章我们学了原子的薛定额方程 那这一章我们开始学分子的薛定额方程 那首先我们也是挑一个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多原子分子 氢分子离子的薛定额方程 氢分子离子简单到哪呢 氢分子本身它有两个原子核吧 一个假如说一个是A核一个是B核 氢分子离子只含有一个电子了 另外一个电子也电离出去了 这个时候叫氢分子离子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一种分子当中最简单的一种状态 我们现在呢 假如说AB是两个原子核 之后E呢是那个电子 大写的R是两个核之间的距离 两个小写的R 一个RA一个RB 代表的是电子和两个核之间的距离 那么氢分子离子当中包含有两个核和一个电子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仍然还会采用波恩·奥本海默的定核近似 也就是说假定 两个原子核是静止不动的 只讨论电子相对于两个原子核之间的这种运动 在波恩·奥本海默近似条件下 那普赛呢只是电子坐标的函数 所以在写的时候呢 普赛它的质变量就是XY和Z 因为核是不动的嘛 那么在写薛定额方程的时候 我们预言薛定额方程 H-Type不晒等于一不晒 永远是这样一副面孔 那变化的 我们在写薛定额方程当中 需要我们变化的 需要我们对不同的体系进行不同处理的 其实就是哈米顿算符 那么对于氢分子离子哈米顿算符 仍然是动能像 思能像 核到一起来写 动能像到三角平方为最种特征的 一定是负的H8的平方 比上2M倒三角的平方 电子的动能像 电子的适能像 我们这里分析一下 它可能存在的适能 第一个 电子和第一个原子核 电子和第二个原子核之间 它们之间都会存在相互吸引能 除此之外 两个原子核之间会存在排斥能 所以我们这三个能量分别写 那这个哈米顿算符当中的第二项 电子核第一个原子核间的吸引能 第三项电子核 B核之间的吸引能 第四项 两个核之间的排斥能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为了处理问题简便 我们仍然沿用这个原子单位 把所有的M项 H项 还有这个电核项 全都是看成是1了 所以这个时候 哈米顿算符变成了一个 比较简洁的形式 那我们说 这是对于最简单的 氢分子离子 两个原子核 一个电子的情况 那么如果说我们面对的是 P个核 N个电子的情况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造力的 就是还是这么样一种解析方法 只是呢 稍微的麻烦了一些 也是 哈米顿算符 由动能像和四能像组成 动能像 就是所有电子的动能之核 一个电子的动能是 负的二分之一到三角的平方 N个电子 把这些N个电子求核就行了 之后电子和所有核之间的吸引能 第一个电子和所有核之间的吸引能 写成核 核电核数呢 是JA 之后呢 它和核之间的距离写成RA 那么我就对A来求核吧 因为它有从A开始求 一直求到P个核 那这个电子和每个核之间 都会存在一个吸引能 那我就是Sigma A等于1到P求核 这是一个电子 和所有核之间的吸引能 那么N个电子 和所有核之间的吸引能呢 你还要再做一个求核 对什么求核呢 对I来求核 这是DI个电子 那么总共多少个电子 I等于1到N N个电子 再求一个核 所以第二项是 每个电子和所有核之间的吸引能 之后 所有的电子的吸引能再加核 第三项 电子和电子之间 这个时候存在排斥能了 原来我们说一个电子的时候 没有电子和它排斥 那你现在有N个电子 N个电子 它会和互相之间 都会产生排斥作用的 所以呢 那DI个电子和DJ个电子 它们之间排斥能 就是RIJ分之1 就是两个电子之间的距离 RIJ分之1了 那我就先对I来求核吧 对I来求核 I等于1到N 这1到N个电子 和另外电子之间的排斥能 之后J和DJ个电子 J等于1到N求核呀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实质上你这个排斥能 RIJ分之1是等于RJI分之1的 因为I核和J核的排斥能 你算了一遍 之后你再算一个J核和I核之间排斥能 那不重复计算了吗 所以在这一项当中 要把重复这一部分去掉 重复了多少呢 重复了一倍 所以前面要乘上一个二分之一 最后一项 是原子核和原子核之间的 这个排斥能 那A核带的核电核数JA B核带的核电核数JB JA乘上JB 再除上两个原子核 AB核之间的距离RAB 就是代表这两个原子核之间的排斥能 多少个原子核呢 P个原子核 所以A从1到P B也得从1到P 同样的道理 A核和B核的排斥能 你计算了 你下次你再算一个 B核和A核之间排斥能 它们两个是一个 你没必要重复计算 所以在你的这个大的 修合项当中 要去掉一半 再产生个二分之一 所以这个就是 原子核之间的这种排斥能 这样的话 对于P个核N个电子的 哈米顿算符写出来了 那么薛丁额方程 HKP 等于E菩赛 直接套进去 就可以了 和您手聚在排斥能